观众们来观战也把孟老师封眼 今天刚看到他在群里面得瑟 自己白嫖了一个女巫的精疲 太坏了 海绵宝宝也白嫖了 以后白嫖的全部拉黑 哟 这把孟老师可不好打呀 虽然说这把对面有机械师 但是这机械师阿测 无心的佣兵 这是画画的勘探 杂技好像也是职业选手吧 这一局真不好说 这一局我觉得孟老师要歇呀 他上来抓杂技 这杂技是你想抓就能抓的 三颗球 怪加一个飞轮 抓到杂技 外面 闪现还没好 第一刀打上了 这不应该呀 讲道理杂技不应该给这一刀的 就孟老师讲道理杂技这边牵制风眼呢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 对 唯一的那一刀就是闪现这一刀 孟老师这个闪现交了 那那行了 扯平了 好吧 游戏现在开始 这一波闪现没过去呢 那差不多 就一般来说 杂技比如牵制风眼 上来开局 你第一刀就是闪现刀 要不然你休想拿我一刀 这边还要封 但还有一个窗口 还有一个球 再封 在你封之前 球跳出来 好的 手里面还有个飞轮 还有个飞轮 这边还能玩 还能绕 外面的密码机要知道 大家可以看到 机械师娃娃的消耗量 总量加起来 三台肯定超过了 现在估计得有个三台半了 估计有个三台半了 孟老师这把凶多吉少啊 封住啊 封住嘛 你封住好了 对不对 哎 天啊 捡你速啊 飞轮 哎 对喽 虽然说前期被押住打了一刀 但是由于孟老师那个闪现 没闪到人 哇 这个闪现真的 闪过去了 天堂 没闪过去地狱 孟老师看不死的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只是就相较于团长嘛 那团长多可怜 每次看 看一次 就没一次 孟老师还是 再说了 这个局也 这个局好像也真没什么机会了 孟老师真没什么机会了 当勘探员迈过来的这一部 卖出 游戏就已经结束了 这局我可以下定论了 孟老师这把应该是没了 因为这种勘探员一过来啊 封眼就一点办法没有了 那素质三连交完 那边的机子就差不多了 杂技这边倒地 消耗你的一个椅子的能量 哪有注意到没有 这边看待员做的 已经非常正确 现在封眼只有什么机会呢 只有一个机会 就是防守一波 人救不下来 但是你防守 你得靠机关墙吧 我这边把你机关墙的能量 先给耗尽了 孟老师这边是 刚才操作了一波 去打外围的一些穷者 用处不是特别大 因为求者现在优势太大了 我来看看求者这边的密码机 看待员这边继续消耗能量 但我觉得看待员需要起一台新机子 求者这边要做的就是起个新机子 消耗能量的话也对 也可以 但是强起这台机子 这边的能量 佣兵应该已经耗尽了吧 耗尽了 剩的不多了 剩的不多了 就剩了100点能量 佣兵这边也没有秒救 以这边能量够不够 打一刀 看待员重启机子 对了 重启机子就对了 重启机子我觉得穷者这边 应该是稳的 待会机械师来救人 或者机械师配合着佣兵 一起来救人 杂机这边拉开 不倒队友的遗产机 能量都给你耗尽了 对吧 你管你只能管 你也抬 你管不住 这边也给管住了 这边刚刚能量不是消耗的差不多了吗 刚刚可能应该补出来 就100多点能量 孟老师在开门战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先把杂技秒的挂飞 然后再翻牌 我想想看啊 我觉得不太能行 解释当时这波没有秒救 等会儿有个问题啊 他们能不能把这个人救下来啊 解释这边路过全部被堵死 这个杂技佣兵得翻墙进来啊 机械师过来了 人救下来了 这波让人救下来好难过啊 这波 这波导播老师真的是太菜了 导播老师 这机械师怎么挤进来的 你不给我们看一下吗 找到了杂技 一堵大强风 第二堵蓝 超频 能量 还有280点 再滑 杂技这边所处的一个位置 不是特别好呀 先把人挂上 那边门应该是开了的吧 两边门都开了的 娃娃这边贴门的 两边门都开了的 傭兵应该是可以过来 考虑压一波吧 应该留不住这个杂技 因为那边门开了 应该是留不住的 一花 不要质疑梦老师 在那边技师救下来了呀 这杂技还被关着呢 机械师刚刚过半没有啊 我没注意呀 这边看待遇还有三块磁铁 如果没过半呢 我可以很负责的讲 这是一个多跑局 如果过半了的话呢 应该能 等会砸技还是能走 哎呀 莫老师拦不住 拦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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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讲 有没有过半这个事情了 这边他探探员 来再丢磁铁 他们甚至要争一个四跑 这一个小小的口子 那是真没有用啊 拦不住三个人主要 拦不住三个人 拦探员 这边我估计傭兵还能来救一波呢 黄老师心想 你们想玩是吧 来 两个小兄弟 贴边 黄老师闪现 挂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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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阿测贴边 测哥 玩出事情来了 掩护 看这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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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 哎呀 人家有飞轮呢 好吧好吧好吧 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